好,另外有一個生命傳言 小時候吃到大,昨天有一個噩耗 跑了出來,就跟你說 沙利蛋糕 一些這麼大的香港人的回憶 現在跟你說,有可能成為絕向 原因是什麼呢?以沙利蛋糕在澳洲方面 進入了自願托管程序 任命的自願托管人 在10月18日兩日前表示 公司正在尋找賣家 簡單來說,有可能倒閉 小時候我一直都沒有 你現在問我,我從來都沒有 我以為沙利蛋糕是香港品牌 你問我,我從小到大 那個誤會的理解是這樣的 我也是 然後就說,原來這個沙利蛋糕 Sera Lee 然後就是澳洲的知名工廠品牌 1971年成立 然後公司的名字就是 因為創辦人的女兒 就叫做 Sera Lee Lubin 然後就說 在七月年開始 就一直服務大家到現在 數數手指都四十幾五十年 差不多五十年了 差不多五十年了 七一五十年了 五十二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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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就說這個標誌性的產品 曾經在香港或者世界有很多地方 如澳洲、新西蘭、東南亞和中東地區都有它的業務 然後工廠方面有二百個員工 但是根據悉尼先驅神報的報道就指 就說這個知名品牌過去一年 就遭遇到營運成本的上升和供應鏈的問題 就開始就叫做不太能做到 這樣 所以就現在開始就要去搞一搞 怎樣去叫做可以繼續營運下去呢 因為在七一年他們開始成立的時候 就是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那裡 就已經有他們的廠房 還要不開開開開開到現在的 其實是沒有停過的 對,關於這個沙尼蛋糕 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是一個雜體回憶 雪球裡面總會久不適有一盒在 而你問我,我只是吃原味 有些人喜歡吃豬力味 然後有一個是紐紋 我記得好像是差不多的 然後你現在上網找 其實譬如說沙尼蛋糕 不是一個放在雪櫃的蛋糕 那麼簡單 因為你在Google打沙尼蛋糕 很快就會彈出食譜兩個字 即是很多人是用沙尼蛋糕做基礎 最簡單就是沙尼蛋糕配雪糕 對,雪糕沙尼蛋糕 一定是很多年輕人以前小時候 成長的一個暑假最喜歡 放在家裡吃著看電視就是這個 首先是沙尼蛋糕要放冰箱 你要吃,拿出來解凍 然後切幾塊出來吃 然後它的質感又是綿綿的 然後加一個冰凍的雪糕 例如Cookie and Cream 配沙尼蛋糕 真的想起都想吃 貌有錯,現在暫時在這個 應該掃光了 網絡上找到有一間 它是甚麼呢 這間不是,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暫時找到的價 在香港有幾個不同口味 第一,有原味 朱古力味 有朱古力味 旋風蛋糕 還有一個芒果味 暫時 真的未吃過芒果味 網上的零售價 49.9元 80元兩件 那四十多元一個 訂一個回來吃一下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對不對 又不是甚麼很貴 又負擔不到的價錢 亦有很多八、九十後 七、八十後的一些 之外 現在的年輕人 例如新生代 可能是 00後 可能是少一點吃 他們未必會留意這件事 但真的不知道 甚麼時候開始 在香港是這麼受歡迎 我還記得他的廣告歌曲 《沙里多謝你》 《沙里多謝你》 永遠都要謝謝你 這件事 你現在這樣想起來 都很蔭然 究竟是 媽媽多謝祖父 媽媽多謝沙里 還是媽媽多謝祖父 還是兒子多謝媽媽 可能要找KT問一問 當年他們 廣告界為甚麼會創作 入了心入了肺 因為當年這個廣告 沙里有個魔法是甚麼 因為魔法是甚麼 我覺得齊名 小時候 在雪櫃拿沙里出來 是一個獎賞 是大件事 你一定是做了一件事 例如空手道拿到黑帶 揚名立萬 做了黑帶 我就給你沙里吃 類似是大件事 有這麼誇張 聽你拿沙里出來 是嗎 我那時誇張 我那年代不是很誇張 因為沙里蛋糕都是媽媽 會買回來 偶爾吃的東西 有時候會吃了一半 忘記了雪櫃有沙里蛋糕 是 我經常都有這個情況 是 我是喜歡吃的 是 只是不是經常找雪櫃 忘記了吃 但是我印象是 我媽媽偶爾會買來 例如當作是早餐 是 生命麵包 他會切一片 然後拿一個密實袋包著 你就拿回學校去吃 我小時候會這樣 我自己不會這樣 因為我喜歡冷吃 我真的出來 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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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早餐 即食 即食 我很挑剔 小匙巾 很快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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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匙巾吃 沙里是要這樣吃 有那個感覺 但我不是 我只是一口 一口 就管 一口 即是那些 三色雪糕 一口 自己拿來吃 不行的 我小時候有那種 有口水 它會臭 我沒有 我沒有 你的食法是最奢侈的 對… 就這樣吃 你奢侈吃 對 關於那個廣告歌 剛剛找到三十多秒 這裡不斷… 畫面不太重要 聽一聽這首歌 聽一聽這首歌 OK的 不知道是甚麼歌 我很喜歡自己的房間 我小時候和朋友在這裡玩煮飯 還一起吃我們最喜歡的蛋糕 媽媽最緊張的那首 Karen,只要拿沙來好了 Karen只要拿沙來好了 我家裡的沙來蛋糕好 免得吃光 爸爸說除了沙來 沒有這麼有蛋糕味 Karen,又拿了沙來入房間嗎 沙來,謝謝你 整句就是這樣 整個廣告歌曲只有一句 夠了 就贏了,壓尾就夠了 夠了,入路 還有那時候的年代 你廣告的層面上 每個人看電視 對 你這樣每個人… 沙來,謝謝你 你的廣告突然間… 對 你突然間回來 你就很入路 你沒有看電視 你很入路 至於Karen那個美女 究竟現在變成怎樣 我真的很想 看看能不能找回她 因為現在都應該60 哈哈 又沒有這麼誇張 又沒有這麼誇張 八百年… 幾歲而已 八百年人幾歲 我當她五歲為例 八百年五歲 差不多 差不多 四十多 射到她 射到她 尋回這個 當年的Karen 究竟這個Karen是什麼人 我真的很想知道 而且聽得出來 她的廣告最厲害的是什麼 你說那時候聽這個廣告 大小人 有錢人 那時候如果你住公屋 有個妹妹還可以拿著蛋糕 在房間裡自己拍 你想想多奢侈 我們只可以在上架床 或者下架床拍 其實剛才那個畫面也重要 因為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屋子 你好像吃沙利 代表… 你是很顧慾的家庭 不是… 你是我們所謂的中產 才吃沙利 很威風的 你看到一家人在家裡 都不容易有這麼大的屋子 然後… 牧村仔你繼續吃梳打餅好 原味好 有芝麻你也不配有 吃原味 你是一個中產的家庭 是 那個年代就吃沙利 威威豬 但是你想想 今時今日 第一件事 廣告 上當年來因為有廣告 沙利得人認識 都不知道多少年 沒見過沙利 就算是print ad也好 都沒見過 有時候真的不記得 你不說我都以為是香港人 原來它不是國際東西 是澳洲東西 我真的誤解了它 我一直以為是香港東西 我以為是牛奶公司做的那些 或者是著巢的那些 那些是朋友 我以為是那些朋友 現在他說 現在沒有公司都搞不定 所以簡單來說 全球的分銷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當然 這幾天實在 大家都看到這個新聞 忍不住買幾盒 但是 以前 如果是boot at boot sales 這個狀況 有機會翻山 哦 是啊 炒起熱潮 但是如果你只是香港 boot at boot 整個澳洲的公司 我覺得難一點 搞不定 還有消息有說過 有些人說 哇 澳洲的總公司 現在可能賣盤 即是破產 或者做不住 或者什麼都好 會不會以後沒有沙里蛋糕吃 但原來不是的 他說事實上 在美國 在亨哥那邊有一幅 在美國那邊 依然有 美國製造的沙里蛋糕 那香港 是不是香港製造的沙里蛋糕 我真的不知道 我這麼多年 我真的沒有細手閱讀過它 因為我昨天有廣告說 是很新鮮的 這樣很新鮮 澳洲寄過來也八個小時 他只是說很有蛋糕味 爸爸也說 最有蛋糕味是這隻 他媽媽在超市裡 很新鮮的 這樣 我不知道 接著就說 有美國製造的沙里蛋糕 所以就未必會有事 因為他說 反而美國的銷量 不是太頑皮 其實都多 因為沙里蛋糕有一個有趣之處 就是你必須有一個很大的雪櫃 然後沙里蛋糕一定是用來 一些雷射的食品 你不會拿來當作正餐 你一定是睡覺前看電視 看電視、看電視 那時候沙里蛋糕很快樂 我還不斷說 胃還不斷說 我還不想吃 真的 有個沙里蛋糕 然後再加雪糕 這個真的是最合格的一件事 試半功倍 對 然後就說這個沙里蛋糕 當然有很多故事在裏面 譬如他說 原來在我們平時看 因為它的包裝其實很有趣 它有一個類似石紙 石紙盤 對 為何經常在雪櫃裡會失蹤呢 就是因為我們每次看到都是銀色那一面 你很少看到頂上那塊紙 然後它放在雪櫃裡 你就忘記了它 你看不到 有時候吃了一半 再蓋上去 然後你再放一排 還有相反來說 其實它這個包裝是很有歷史感的 因為在70年代的時候 這種用石紙包裝 那邊你還要用手 會這樣按它 然後有時候你會慘到手 你會慘到手 你會慘到手 還有90度轉角位 你要很大力的壓到它 你才會覺得它很緊 那這些是那年代的產物 其實之後你是不會再有的 某程度上 那是西方的包裝 即是你香港的出品 是沒有這個包裝 即是當年 譬如我當吃雪糕 阿波羅也好 牛奶公司也好 它都是偏向找些紙 即是那些紙質重些 或者是膠 但是這一種找石紙 是很外國的東西 就是覺得吃高上野的感覺 比較高一點 但它就是由這個高上野 但當然這個是它的特色 到今時今日太多replace 即是太容易 你太容易買到一個蛋糕 獨立包裝 你想吃的時候 可能去外面的店鋪 已經很容易 當然沙利是有獨特的味道 某程度上是replace不到 但是你想吃蛋糕這個心態 你今時今日很容易滿足到自己 所以你會常常忘記沙利蛋糕 是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